近日 大S和汪小飞方又有了新动作 汪小飞终于开始反击 正式起诉大S的经纪人 事情的起源是汪小飞深夜连线情感主播 称自己仍爱着大S 想要和对方复婚 登上热搜后 大S经纪人很快给出回应 嘲讽汪小飞一边诋毁一边施爱 汪小飞也终于硬气了一回 将大S的经纪人廖伟齐告上法庭 控诉其诽谤 台北法院正式分案不排除近日 将传唤廖伟齐出庭说明 众所周知 汪小飞和大S还有两场官司在打 一场是关于500万元的子女抚养费 一场是汪小飞透露一双儿女的隐私权 如今汪小飞也开始出手 让本就简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更是难缠 不过对汪小飞的举止 大S方显然无所畏惧 25日久违露面的他更是喊尽心声 支持老公巨军夜画展 状态引发热议 众所周知 巨军夜10月份在台北举办画展 几个月之前开始预热 这次他刚从韩国回来 就迫不及待地开展画展 巨军夜的好友蒋友白等人还到场支持 巨军夜的画展上很多画都十分抽象 其中不乏巨军夜本人的自画像 巨军夜的好友们尚且到场支持 大S自然更不能缺席了 当天他便带着一家老小西树捧场 为老公画展的人气增砖加瓦 当天巨军夜先是和丈母娘黄春梅一起合影 巨军夜紧挨着丈母娘笑得灿烂 红春梅也是盛装打扮 穿着白色连衣裙夹着丸子头 笑对镜头比心 之后巨军夜也对友人对着比心 但仔细看巨军夜的眼神 并未和友人看向一处 而是瞟向另一处 透过后面缓光的钻石白剑 网友才发现 他原来是在和大S在眉目传情 反光摆件里 大S已靠在墙上笑得十分灿烂 他穿着黑白条纹 头发随意地扎起来 虽然画面有点模糊 但可以看到大S笑得非常灿烂 虽然有点幸福肥 但漂亮依旧 大S的粉丝捕捉到这一画面 感慨爱在细节里 并大赞大S气色很好 笑意如花 其他人也感慨终于见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大S了 虽然没有露面 但和家人一起来支持巨军夜 还和巨军夜眉目传情 不得不说 大S和巨军夜可谓是甜蜜一旧 并不似汪小飞所说的 光头已经跑了 他们已经分居了 就在前几日 大S也携带女儿许老三 支持姐夫的画展 和小S穿着卫衣 戴着帽子十分低调相比 许老三可谓是张扬至极 小小年纪的他 穿着露肩裙 站在两幅画中间笔心 大有姐姐们的风范 说起来 大S已经近一年没有露面 自和汪小飞开寺后 她便鲜少露面 十月份汪小飞还透露 大S生病了 身体不好 十分担心大S的状况 如今看大S气色这么好 还能再支持巨军夜的画展 想来身体已经痊愈 汪小飞就不要担心了 大S和汪小飞的故事还没结束 下一个回合 谁胜谁负 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至于汪小飞这次真的被打脸了 之前还说两人关系不好 这次大S直接举家支持巨军夜 汪小飞当时都不一定有这待遇 这就导致十月初 汪小飞的挽回成了一个笑话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大S的经纪人会嘲笑汪小飞的原因吧 汪小飞由于跟大S长期打官司 已经处于愤怒的边缘 而经纪人的话就宛如是一个导火索 直接点燃了汪小飞 十月二十五日 有媒体爆出汪小飞 对大S经纪人的言论不满 认为对方在诽谤自己 于是直接把大S经纪人告上了法庭 这个举动就像是汪小飞在宣战大S 从这天起 汪小飞或许就不会再对大S隐忍了吧 汪小飞与大S是一见钟情 当时两个人没见过几次面 就已经结婚了 那时不管是汪小飞还是大S 都已经功成名就 也属于门当户对的那种 于是两个人的婚姻十分顺利 并结婚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合的消息 汪小飞非常非常欣赏大S 也正因为如此 她才愿意与对方结婚 并且在结婚之后 处处礼让着对方 而在大S生下两个孩子之后 汪小飞更是对大S处处忍让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 在2020年时 突然爆出两个人有了情感危机 双方各执一次完全不知道是谁的错误 到了2021年 两个人最终因为意见不合离婚了 只不过当时两个人离婚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汪小飞认为对方说的是气话 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就准备复婚 于是在离婚协议方面也是让着对方 可是让汪小飞没有完全想到的是 大S竟然在离婚没多久 就直接找了一个韩国人结婚 并且对方还是一个光头男人 这让汪小飞十分生气 要知道当时她并没有想这么多 所以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并未怎么争执 甚至还保证了每月支付一大笔抚养费用 而且这个钱并未说 大S结婚了就不用给了 于是这件事就给后续两人撕逼 埋下了伏笔 并且汪小飞对于孩子只有探视权 并没有抚养权 却每次想要看孩子时 都要经过大S的同意 这让汪小飞十分的生气 于是在大S和聚俊叶结婚之后 汪小飞就不想要支付 这笔高昂的抚养费用了 毕竟就算给了对方 这笔钱也不知道用在谁的身上 可是这样的话 汪小飞就是违反了离婚协议 大S平白无故 少了这么多钱也不乐意 一切之下 直接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据大S所说 汪小飞在离婚之后 对孩子不挽不问 并且不支付孩子应得的抚养费用 然后她申请法律还自己公道 让对方支付孩子抚养费 共计750万新台币 也就是约等于168万元 等等一年的时间 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用 就高达168万元 难道大S真的会将所有钱都用在两个孩子身上吗 可是等到汪小飞晒娃的时候 大S却不高兴了 对于汪小飞的举动 她认为侵犯了孩子的肖像权 竟然还直接将她告上了法庭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部分网友认为 这只是父亲的基本权利 删一下娃怎么了 另一部分则是支持大S 认为名人的孩子 大多都是会进行保密处理 不然会被有些人恶意造谣成 拿孩子营销 双方争执不下 这件事就连法院也不好判决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最终还是汪小飞删除了 一部分孩子的正连照 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可是有些网友 却不认同汪小飞的做法 毕竟也不是只有 她晒过孩子的照片 很早之前 大S也晒过孩子的照片 但毕竟不是网友的事情 就算汪小飞再怎么不争气 也没人能够真的说她什么 除了这些事情 他们二人还发生过许多的琐事 以至于互联网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他们一家人互报黑料 就连双方母亲也因此上过热搜 而大S的过一强势 或许真的是惹急了汪小飞 这次状告大S经纪人只是一个开始 等后续 她或许还会跟大S争孩子的抚养权吧 不过网友对此已经没有太在意了 毕竟家庭琐事听多了 网友都烦了 等到真正结果出来之后 再吃瓜也不迟 现在大S一家过得幸福美满 反光汪小飞却是孤家寡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合适的伴侣 或许她的心里真的还有一丝复合的希望吧 但结果大概不会如她所愿了 现在让大S离婚跟她复婚 这显然不可能 不过现在网友并不在乎过程 只希望两人接下来能够尽快闹出一个结果 别再占用公共资源就好了